你怕鬼吗?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废弃鬼城吗? 处处高楼林立,各种建筑设施,道路交通都非常齐全,可城市里就是找不到一个人影,甚至连地图上都没有这些城市的痕迹,如果不是刻意寻找,甚至都无人知晓。 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原本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不得不撤离,于是原本热闹的城镇就这么被人废弃了。 虽然各种设施依旧完好,但渐渐杂草丛生,看起来阴森恐怖,宛若鬼城。 今天,解说员给各位朋友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可怕的五座鬼城。 大家好,我是解说员,喜欢这类视频的朋友们,记得点赞加订阅。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,迪拜的沙漠鬼镇。 说起迪拜,我们的心中总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,即使没有去过迪拜,但是也会听过关于迪拜的传说。 据说这是一个遍地式黄金的城市,虽然这样的说法有些夸张,但是街头的豪车就跟我们身边的公交车一样普遍,却绝对是真实的。 可是迪拜留给我们的,并不只是这些富豪们的安逸生活。 在迪拜的另一面,则是一个充满着恐惧的地区,沙漠鬼镇。 来到迪拜旅游的人,都会跟着导游的小旗子在迪拜的街头游走,尽情地欣赏着迪拜用黄金堆砌起来的繁荣, 时不时会感叹一下周边的豪华,将自身置于其中,心情十分复杂。 羡慕肯定是最常见的一种,但是离开了迪拜, 阿联酋的很多地方,就只能用荒莲来形容了。 身处茫茫的大沙漠之中,几百公里渺无人烟,虽然我们都知道, 在这些沙子底下,埋藏着很多的石油,被称为黑金的东西,也成就了阿联酋的富裕。 但是地面之上,还是无法适合人类生存。 就在这茫茫的大沙漠之中,有一个神秘的小镇, 曾经在一段时间,这个小镇成为死气沉沉的沙漠中一道风景线。 给沙漠带来了一些活力,无论白天黑夜,都有人声鼎沸和灯火辉煌, 但是不知道从哪一天起,这里却突然被吞没了, 从此被称为鬼镇。 据说,这个小镇是突然之间消失的。 没有人能够知道是什么原因, 因为经历过那一次惨痛经历的居民都已经消失不见了, 所以后人也就没法知道小镇消失的原因。 其实,消失的只是人类,小镇依然存在, 这才是最让人恐怖的地方。 而且,到了目前为止, 这个小镇依然有很多神秘的现象。 在白天的时候,会露出它的真面目来, 可是一到了晚上, 这个小镇就会被淹没在慢慢的黄沙之中不见踪影。 对于这样的一个小镇, 很多游客希望能够一探究竟, 尤其是具有探险精神的游客。 可惜的是, 很多穷妻一生也没有办法了解到这个鬼镇消失的真正原因。 据说, 曾经有一个国外的探险队试图揭开鬼镇的秘密, 于是就来到了这里考察, 人们看到了他们进入鬼镇。 但是等到夜晚, 随着鬼镇的消失, 这些探险者也就失去了踪影, 和外界失去了联系。 等到第二天, 鬼镇重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, 但是前一天进入的探险者, 却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。 当地政府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, 马上派了搜救队来到鬼镇, 但是一无所获, 就好像这些人凭空消失了一般。 对于鬼镇, 曾经来到这里, 参观的人都表示, 来到里面可以看到其中的装修十分豪华, 可以看出来, 当时的鬼镇还是非常富裕的。 其中还有不少是比较先进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等, 但是对于小镇人员神秘消失, 目前还是没有十分确切的定论。 科学界有一些说法, 有的猜测这里可能原来是一片绿洲, 但是后来随着风沙的侵袭, 绿洲的面积逐渐缩小, 已经没有办法支撑人们在此处继续生活, 所以人们都突然之间搬走了而已。 还有一些人解释, 可能是发生了某种瘟疫, 导致人们的消失, 但是对于这些猜测, 缺乏必要的依据, 所以往往很难服众。 至于其中最真实的原因, 目前还没有定论, 不过对于鬼镇白天出现晚上消失的情况, 已经有了相对明确的答案, 而且也受到了大众的普遍认可。 由于地处沙漠的腹地, 这里的风特别大, 尤其是到了晚上的时候, 大风刮起流沙, 就会将整个小镇全部淹没, 毕竟房屋很低矮, 加上晚上事件不好, 风沙又大, 附近的人都看不到房子而已, 以为房子消失了, 等到白天, 沙子又被吹走, 自然就露了出来。 印象中的迪拜, 总是充满着繁荣和富饶, 其实也不尽然, 毕竟, 身处恶劣的环境之中, 也有很多让人感到心酸的历史和故事, 沙漠鬼镇的存在, 虽然已经成为一段历史谜团, 不过, 对于曾经小镇的居民来说, 必定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。 接下来说的是, 那米比亚卡曼斯科, 前脚还是繁荣的城镇, 后脚却突然人去楼空。 几十年过去, 这些城镇已经残破不堪, 到处充满诡异气氛, 似乎成为了幽灵的聚集地, 被人们称为鬼城。 在非洲的南部, 有一个叫卡曼斯科的鬼城, 它坐落于纳米布沙漠之上, 已经有一部分都被黄沙掩埋, 但露出的一部分建筑, 依然能展示出它曾经的风貌。 曾经它一度, 是非洲最发达的城市, 拥有非洲第一条油轨电车, 还拥有南半球国家的第一台X光机。 但如今的卡曼斯科, 却已经成为了一座空城, 除了一些特殊的当地动植物, 再也没有一丝生机。 在1908年的时候, 卡曼斯科还是德国的殖民地, 某天一个巡逻士兵, 偶然在这里发现了一颗钻石, 从而在这附近发现了一个钻石矿。 钻石矿的存在, 吸引了无数心怀, 抱负梦的旅人, 他们背井离乡, 纷纷赶到卡曼斯科, 踏上挖钻的征程。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个小村庄, 这里开始出现了学校, 医院, 各种娱乐场所, 而这里也被正式命名为卡曼斯科镇。 由于人们来自五湖四海, 这里的建筑也呈现出五花八门的风格, 但因为这里是德国殖民地, 德国的建筑风格占据了大多数。 为了方便人们的生活, 这里建造了非洲第一辆油轨电车, 医院也引进了一台X光机, 为这些挖钻者服务。 不过卡曼斯科的繁荣十分短暂, 由于一战的爆发, 大批德国人只能返回欧洲, 而在卡曼斯科不远处发现的另一个钻石矿, 更是直接拉走了卡曼斯科的人气。 于是没用多久, 这个钻石近乎枯竭的城市就没有了人烟,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鬼城。 接下来说的是台湾三支。 三支区位于中国台湾省新北市最北端, 背山面海,风景以拟, 是一个自然景观丰富的美丽小镇。 在这里的潜水湾, 人们可以观海亭涛, 踏浪雕沙。 自清代以来, 该地就开始有人定居, 叫做芝兰三宝。 1920年, 日本殖民者设立三支庄, 二战后成为台北县辖乡。 2010年, 台北县改名为新北市, 提格成省支辖市, 于是称为三支区。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 一个雄心勃勃的开发商乡种三支区, 不惜重金购下岸边土地, 打算建造一个富人度假村。 按照计划, 度假村里的十几状房屋全是飞碟造型, 游人不仅能够欣赏面朝大海的美景, 还能享受居住在飞碟里的生活。 1981年, 飞碟屋正式开始动工兴建, 计划两年内全部竣工。 建造初期, 开发商在靠近公路出口处, 修建了一座雄伟的成文堡, 门前盘绕着一条气势磅礴的水泥巨龙。 不料, 随着公路扩宽, 巨龙必须拆除, 因过于沉重无法移动, 只好被截断。 公路刚扩关不久, 连续出了几起车祸, 坊间于是流传这是龙之院作怪。 未保平安, 人们又在大门外树立起一尊巨大神像。 但很遗憾, 度假村的建筑工地不久沉寂了下去。 由于官方消息寥寥无几, 引起民众的各种猜测, 有人说开发商资金链断了, 有人说施工现场发生了神秘死亡事件, 也有人说建筑场地挖出了上万具尸骨, 对于飞碟屋地下有上万具尸骨的说法, 三支区官方后来表示确有其事。 三支曾是一个古战场, 以前荷兰人与西班牙人都攻打过台湾, 甚至和西两国为争夺台湾还冰封相想。 明朝官兵也曾驻扎过三支, 也爆发过好几场战争, 因此出现这些古骸并不意外, 但民间却添油加醋地讲述各种闹鬼的故事。 随着时间流逝, 这些飞碟屋经过日晒雨林, 海风吹袭, 变得残破不堪, 增添了几分阴森感, 成为了鬼屋。 一开始, 废弃的飞碟屋成了吸毒者和游民的乐园, 但由于潮湿, 不少游民感到骨头酸痛, 还患上了风湿病, 也渐渐地搬离了这间面朝大海的别墅。 但令人意外的是, 飞碟造型的房屋加上末日废墟般的场景, 却深受大批国内外摄影师的喜爱和追捧, 飞碟屋也因此声名远扬, 大量摄影师涌入, 加上各种神秘的传闻, 使他的知名度一路飙升, 甚至还成了三支区最热门的旅游景点。 不仅大量游客分支塌来, 还吸引了不少电影剧组在此取景。 不过, 年久失修的飞碟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。 2008年, 台北县政府决定拆除飞碟屋。 得知此消息后, 大量摄影爱好者以及浦东市民联名呼吁, 希望至少能保留一桩飞碟屋来做纪念, 但他们的狱情并没能如愿, 最终这些充满神秘氛围的建筑被移为平地。 接下来说的是冷湖。 冷湖曾经是一座繁华的城市, 后来降级为镇, 也就是现在很多人口中的冷湖石油小镇, 柴达木盆地的戈壁滩中, 距离青海省还冷湖镇十多公里的地方, 在这里藏着庞大的建筑废墟, 看到废墟中的大量建筑, 依然难以掩藏当年繁华的痕迹。 很难想想, 曾经一个如此繁华的小镇, 最后会成为一座鬼城。 那么冷湖石油小镇, 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鬼城的呢? 说到其中的原因, 还要从1958年说起, 这一年, 一群人来到了荒凉的无人区, 他们就是1,219钻警队。 同年9月13日, 钻警队在柴达木盆地冷湖5号, 构造钻地下四口井, 到达650米深处时发生严重井喷, 每天喷射原油800多吨, 持续三天三夜, 但喷射是不减, 警场周围喷射出一片巨大的油海。 从此, 冷湖成为当时中国四大油田之一, 开启了他辉煌的篇章。 随着石油的发现, 越来越多的石油人来到冷湖, 他在这里居住了下来, 结婚生子。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, 这里形成了一个四五万人口的超级小镇, 有学校、 医院、 电影院、 客栈等, 车水马龙, 灯火辉煌, 熙熙攘攘。 后来, 鉴于这座城镇如此的繁华, 还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, 西北小香港。 光从名字上, 就能感受到, 当年这座城镇有多么的繁华, 后来,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, 冷湖镇也由原来的镇升级为地基市, 更名为冷湖市。 然而, 石油资源并不是无止境的, 它终究有干涸的一天。 然而, 随着石油工人的迁移, 冷湖的人口开始减少。 上世纪六十年代, 冷湖有七千多名工人参加了战争。 到了七十年代末, 地中第四口井停止采油后, 大批工人离开这里, 去了大清等油田施工, 冷湖直接陷入萧条。 此外, 随着九十年代青海石油管理局搬迁至敦煌市七镇, 居住在冷湖的近三万人陆续离开, 冷湖人口骤然减少至不足两千人。 渐渐地, 越来越多的人离开这个怀旧的小镇。 曾经繁华的冷湖镇逐渐被人们抛弃, 再次成为一片荒芜的无人区。 多年以后, 这里成为一片废墟。 现在, 人们还能从这片废墟中寻找到当年的繁华。 除了超大的生产房以外, 在废墟里, 还能看到剧院的瓦片, 医院墙上的标语。 像当年如此繁华的城市, 谁也没有想到会在戈壁中无人问津。 而如今的冷湖接连降级, 从城市到县, 然后从县到镇。 湖镇不再像过去的那样繁华辉煌。 不过, 随着社会的发展, 冷湖再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。 不过, 这一次不是因为石油, 而是冷湖的旅游。 自从冷湖的石油枯竭以后, 再也没有发现石油资源。 但是在鬼城的影响, 许多游客来到冷湖, 想参观一下当年繁华城市的痕迹。 虽然冷湖镇曾经的生活气息已经被封杀掩埋, 但相信工业旅游会因其自然地理条件和独特的气候环境, 给冷湖镇带来不一样的感受。 好了,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 觉得还不错的朋友们, 记得帮写说员点个赞, 我们下期见。